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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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9月28号 就是要注意群创 建汉跟红准 三档股有什么股票 同样都是告诉你的 第四季它不可能缺电 所以一定要务必什么好好的 重点是买电子股就对了 我不敢想说它马上上涨 但是这个大牌目前你也心知肚明 都已经量都不大 量小 那量小一定是非 没有办法马上飙涨 持续大涨不容易 但是这种行情最好什么 就是选股 你选对股 你哪怕没钱赚 你就怕大牌量都出来 哇有时候投资朋友 每天心脏都一下子上上下下 太兴奋 很容易就会没有电 那现在不一样 台股第四季就将要来 所以第四季你一定要好好买什么 买最爱的电子股 因为它不可能缺电 又不是夏天 夏天可能会缺电 但是到第四季的话你要好好保 因为除了台股 我常跟大家报告 你不用管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因为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你严格说实在 都没有做这样的行情来这么大 而且前三季你可以 都稍微 操作一点点就可以 但是第四季你要重点 是每一年都一样 一定要重点式的规划 因为它的赚很大 尤其你买什么 买那个还没涨上来股票 因为今年第一季到第三季 严格说 涨最多应该是航运股 航运股涨幅相当的可观 所以每次航运股 就是很奇怪 利多见吗 常常开高走低 但是你也不要去看坏 好 这些航运股又是什么 又是大家又是昙花一现 常常有说奇怪 为什么它不会涨 虽然我在理财总动员 有把这类股 讲得相当的详细 我没有看坏它 但是如果 你要大赚钱 它不是你最好选择 因为它本身的话 你来股市 我常常跟你讲 你是买的股票会像 台阳一样 持续创坡断新 天天都要拉回 你今天买的股票 它都会创坡 涨到那个目标价来临为止 对啊 目标价来了没有 严格说的 今天要跟你讲这件事 为什么今天台阳不告诉你 我昨天 假日的时间 有特别在9月27号 除了告诉你 航运股会起飞 会涨 不是27号 就是我们9月25号的节目 因为我们都 我们录完影之后 就碰到假日 那当然你看我节目的时候 常常有人是看到 礼拜六礼拜天 有人是看到 昨天的早上9月27号 我们还有重播 所以当然看到的时候 你刚刚命中 如果你买到台阳 是现买现赚 你如果你看到 我们跟你讲的 那个航运股 航运股的规划 也百分之百命中 所以今天都不用多讲 什么都已经可以 事先跟你规划 但问题是你要把重点做 因为投资者 问题不是在于 我股票跟你讲 我抢了股票 而是在抢了股票投入碰 你自己本身如果你有买 因为你不是 我的会员嘛 所以常常你会怕 因为你想说 老师不要跑掉了没有 所以一直要急涨的时候 你就会做一个动作 卖掉 这就是最大错误的来历 因为自己选择的嘛 哎呦怎么这么好赚 然后常常什么 就常常赚少 然后常常一赚到说 他讲来当股票 刚好拉回买 有不小心当股票 我刚好没买回 那你就套牢了 所以长头没有 就是这个问题 常常会抓归走背 那所以说常常 我有时候 有时间就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严格说 以航运股 这类股 大跌你大买 但是你要赚点大钱的话 你要等很久 因为它是报复性的反弹 大概约瑞在季线 如果没一根长红棒 我也报告很像 理财总动员 你再去看一下 你要多 又多讲 又多累赘 又不用多讲 这个是原因 也不会怎么样 但是最终 我今天要跟你报告的是 是台阳 今天要该怎么操作 今天28号开怎么操作 80块来了 误追 简单 这样有简单吗 我说的很简单 老师你这80块以上不能再买 不是 因为你是散户 你不能再买 我也不敢讲说 我会不会这么准 嘴巴这么准 因为上次我在跟你讲 有一个掌架 2013的中钢钢 为什么要得到61块 很多人很感谢 我说老师真的 你真的 所以这张股票到现在都是多头格局的股票 所以股票有多跟空吗 没有 所以股票严格说是买点的问题 跟你会不会卖的问题 因为你来股市是为了那个 赚那个钱嘛 所以买点不对哪来赚钱 然后股票什么空头就不能买 多头不能买 你多头股票去买买看 也是一样套 是买点的问题 而且他到目标价的时候 尤其他利多健保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明白告诉你 就是卖掉 一样在这个位置80块 你看 有没有在那边混 有啊在那边混了几天啊 对啊 他在80块以上 常常来的时间还蛮久的 你对照那个线型 他在80块这个附近还曾经来了一段 现在看起来就是这线型当然是什么 是一个 是个M头嘛 对不对 有这种 全部慢慢 登登登 但是很多人问我说老师 那个目标要怎么算 这个都不能告诉你 这个最重要不是那个基本面的问题 因为这叫资金行情 所以资金行情最重要是什么 就资金面 对没错 看什么都不准 尤其看基础线型更是更糟糕 基础线型一定告诉你 中当够80块要大买 但是偏偏我就告诉你 不能买 为什么 因为我看了懂了最重要一个 背后的缘由 就是谁在卖你的股票 你卖了就对了又没事 所以我要再印证一张股票叫台阳 其实利多建报 第一个我为什么选择 告诉你不要再买 第一个 它利多建报有很多股票 包括什么 新年的太空 我是称它为太空产业 它这个是因为 马斯克告诉你的 叫新年供应链的产业 最新的名字 新链计划 所以现在全部都叫做 这种新链概念股有很多 当然是有 不是只有它一档 所以它的带动之下 当然很多股票 最少有13档以上 都是一些卫星产业的概念股 但严格说实来 如果真的是 如果让我选的话 今天你注意一下 健翰就可以 也不用去追 这档股票还不错 如果台阳你赚不到 赚点小钱的话 就选健翰 那为什么台阳不行 不能再追 因为我天天告诉你买台阳 我总就觉得 有点社会责任 他自己很多伟大 可是真的 我这个人就是这么 还不错啦 做我的朋友还不错 如果看得到 我尽量告诉你 不是因为我卖掉它 不是我卖掉 我也觉得这个地方 你要注意一下 尤其是65块 74块到底 65到7 尤其是74块 如果破与不破74块 这都还OK 如果破了65块 本月份 因为这种股票 现在是没几天 今天跟明天 对啊 就这两天而已 这没几天 所以74块要来 你要抢个短 我还可以接受 我还接受 因为我也不认为 80块这边 马上会接受 但是我提醒你 这上面的钱 不是你赚的 就算你要 未来它会不会大涨特涨 当然要看它的成长性出来 这个东西还要花一点时间 但短线这个地方 你要特别注意 是大买点吗 当然如果65块没破 当然是大买点 因为它这个产业面 比鋼铁股 来的什么 更前卫 更飙 而且刚好碰到第四季 又是什么 不可能缺电 又是电子股不可能缺席的 那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注意一下 明天我讲得有准 这就是我给你每天的小礼物 好股抱抱 该抱抱给你 该稍稍把钱放在口袋里面 天天马有钱赚 就怕行情什么 譬如一下大涨 现在这种行情对我来讲 真的太简单了 随便想随便准 因为对我们这种 真的我知道 这种行情 反而是投资朋友 很好赚钱的地方 第一个为什么 因为它筹码很安定了 该套牢股票都套牢了 你也不会动了 会动的人 说实在就是什么 就是买在底部嘛 就最好赚钱嘛 怎么买怎么赚钱 好 那台阳这个地方 当然严格说是 恭喜你 为什么这个地方 台阳 我们 要证明一下 我也不是叫你说 到今天才 告诉你不能买台阳的 我是不是在9月12号告诉你 65到65 你帝没来啊 没有来就急涨一波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告诉你 最少这个地方是波段的好买点 的确 这个地方 但是最重要 难道我没有叫你加吗 72.2 23 24 昨天27 哪一天你闭着眼睛 还跟我讲 你没有办法赚钱 那我实际上要赚钱啊 你不是很喜欢当冲 很喜欢冲 这样子好不好冲 我没有Push你做什么动作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 真的说是 都在问我说 老师今天要做什么动作 但是真的 有时候你在做短线动作里面 你真的要快很准 而且如果你一买股票 你就很坚定 然后开始什么 开始六神无阻了 我劝你不要买 也不要操作 你买一个中长线 启动的一个波段的股票 耐心等待 不要急 尤其个性急的人 又心脏不太好 他们心脏 好好的一档股票 稍微跌下 哎呦我受不了 会不会我买在高档区 卖掉 刚好多涨停办 那衰死了 说实在很难 所以我告诉你说 这要有人带 但是毕竟有些人 你是义高人胆大 今天怎么买怎么赚 你看从这边开始到今天 8块钱 包括今天早 昨天早上 9月27号早上 嗯 你有没有买 我怎么跟你讲的 节目带拿出来看 我是不是告诉你 9月27号 台阳特别 特别大赚 就好了 创波段新高 我的字 他有没有创 三个字 特别大赚 会创波段新高 这样还有跌 你还要跟我讲说 我没告诉你 股票在哪里 真的是没良心的事 你不是我 好 所以 我就是这么样的 跟投资朋友 拔心瓜 所以玫瑰姐 你真的是你的好朋友 但有些投资朋友 当然也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 就是说 老师那到底我的股票 该怎么办 好明天的话 你注意这档股票 因为台阳既然不能 没有叫你马上追高 不是他不会 我希望他再涨 再涨一档股票 跟着涨上来 就叫健康 你不要追 买吧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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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买啊 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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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怎么可能来 你看他涨天板 你当然是不会来啊 来的时候怕你没钱买而已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这档股票 讲时代话 刚刚也就是符合 当初我再给你规划 规划那个 这档 台阳的时候 我也是对你很好的 类似还记不住 这样涨了1.5倍 你说这边 一根草原棒 有位家人债水一方 这个股票就是一根草原棒 一红定江山 刚刚突破年限 所以代表什么 你不赚太可惜了嘛 他为了缺点什么 业绩没上来 那台阳业绩有上来吗 没有嘛 但是不管怎么样 都是什么 都跟鸿海集团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是告诉你 这些股票 就是什么 你明天可以 就是今天早上 这张股票 那你要希望什么 9月27日 希望美股大跌一点 才有机会啊 不然怎么办 反正我们今天台阳 已经叫你卖掉了 如果你说 哎呀可是我今天台阳 刚刚买去 那我就没办法了 因为这个我在做动作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东西 我也没办法说 我怎么知道你人在哪里 这个地方 那搞不好你买到 你还会赚到也不一定 只是这个地方我认为 我已经可以获利放口袋 单单这个台阳这个波幅 进来这个波幅 9月份实在严格说 大盘指数空间非常小 他已经是不小心 你自己数捕看 你去拿来找哪 比他更强的股票 就57.2 57.2 我那次还叫你买这个 我们来证明一下 来58.5都还可以再买 是不是完全命中 这一段 这段赚多少钱 最少没有30块 有20块以上 还有包括这一点 再加码 我再加码一点送给你 好赚 9月23日要加码送给你 所以啊 钱就这么好赚 所以跟着我们 我们会把你一些 尽量让你减少你套牢的时间 第四季相信赚很大 一定要非赚不可 就是一定要让你强迫 你不能再套牢股票 有些股票不要自己乱做 对不对 赚少赚多赚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第四季不可能缺电 电子股一定你重要的什么 一定要规划 还有什么是类似像台阳一样股票 非赚不可 这地方当然我们也准备好 你也可以 可以把这个电话 把这赚钱的工作 交给我们团队 帮你诚诚做把关 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金牛系年来 2021 牛转乾坤 亚洲投雇 祝您发大财 面付费专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金牛系年来 2021 牛转乾坤 亚洲投雇 祝您发大财 面付费专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亚洲投雇 祝您发大财 亚洲投雇 祝您发大财 面付费专线 0800370888 那我回来我们第二个单元 所以实在我最有兴趣 也喜欢跟大家报告 还是那档红准 虽然他没有很强 今天当然没有很强 没有涨停板 建汉都涨停板 了 群创都开高走 走高都收最高了 实在我最有兴趣 还是那档红准 但是他真的说实在 真的这档股票 为什么我喜欢他的原因 因为我买在底部 不云也難啊 真的買在底部你不云也難啊 那所以你買在底部的股票 的確你要什麼 為什麼它底部會浮現上 一定有人買 就是法人買 籌碼密有人買 不是說在很多好的股票 它就是如如不動 就是不不動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個美港 為什麼你買的股票 常常都是 都沒有辦法大賺一倍兩倍三倍 第一個 因為你很懂的技術線型 這個不能說是你的錯 還有包括你很會觀察它的基本面 你很用功 收集中東西有沒有錯 沒有錯 但是你絕對沒有第一手的訊息 我不敢說我檔檔股票都知道 最少我們花這個時間 一定比你來得多 你好好看看 洪準為什麼跟你講這張洪準 洪準我跟你報告的時候 是進來 9月15號的時候 我一直告訴你 還沒有到最低島 我說下週會來 當然一定有來 隔了一週 上週你自己有沒有來 一定超越 沒有 我就告訴你一張都不要 那次還在65塊 一張都不賣 教室你全收 有沒有再來65.3 9月15號 我們來檢查 絕對也有來 9月15號 還最低的63.1 我64塊以下要買都買不太容易 66塊以下我們會員都 除非你不聽我的話 我就要你全收了 你就不愛他 因為很多人看到洪準 都嚇死了 不然嚇死什麼 嚇我搞不太清楚了 對不對 但是這種股票 我真的說就很迷人 隔天9月16號 你自己看 這16號告訴你 還說我沒送你東西 我告訴你大好機會來臨 而且在一個財經節目 不是特別跟你說 因為我們既然常常去做一些 好東西與好朋友分享 我們一定要財經節目 講一些訪談節目嘛 因為有時候真的說 我不太喜歡去上那個 當然也沒人邀請我 因為他們很多大老師嘛 就是沒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你很喜歡看那個八點檔的嘛 晚上的八點檔 那我也沒時間啦 但是網路上的節目投資 網路上的網軍的朋友 他真的是很懂得的 尤其這個年輕人 他很認真 所以我在網路上 我有跟很多的什麼 財經節目 號角詳細 財經號角 這個節目 而且進來這禮拜也有 包括上禮拜是理財總動員 在財經號角裡面 我特別介紹這檔股票叫紅準 如果這種 我在電視節目要介紹 這種股票在低檔去的話 我告訴你 一定被製作人打叉叉 他不准我講 沒有人氣 但是網路上人家可以接受 所以我就喜歡上網路上節目 果然這檔股票 也讓這些網路上的好朋友 每個人人能賺錢 最少你竟然說上 你的股票能人能賺錢 你去看看那個 很有名的八點檔什麼什麼什麼台 那個五十七五十八 你隨便去轉轉看 很多人說 老師好可怕 因為股票買的都什麼 都是一兩天功夫 當天要不要隔天晚上看他節目 隔天就開高 然後再兩天就噔 就套牢了 我聽太多了 所以投資朋友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這個地方 但是必然有這檔股票 目前這個漲幅 今天也沒創破產線 69.8 就這樣子 簡簡單單 簡單的把6塊 已經多累積6塊 放在口袋裡面 燙燙 10張就6萬塊 你好好去深思一下 從18034下 我給你摳看幾次 不好購買 不是報恩 特別會跌 多少股票你都沒賣掉 所以你都告訴我 你沒錢買 真的這個股票來了 你不敢買 告訴我 老師我買了75塊 現在都不用賣了 今年年初很多人買這檔股票 79 79.4 如果嚴格說這檔股票未來 這個79.4一定不是真正的高點 套很久了 這個股票如果嚴格說是回檔了三分之一 不買這可惜 明年2021年到明年2022年 它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爆發 而且爆發現在一年 為什麼 因為它有兩大利多 而且現在最重要的是 洪海本身之前的董事長 已經特別的退休之後 來到永寧對不對 他利用永寧去持有要打造洪准的未來 簡單說一句話 所以他的未來在哪裡 這個人一定要工作 他已經把洪海輕鬆的交給別人 管理 他自己要好好打造這一家洪准 那這個人是會發水的限量 這個訊息是你這兩天 你如果注意的話 他這個地方有些新聞 你慢慢會可以聊 很多人都還不知道 而且他有兩大體 還有一個電動車的機殼 你也知道電動車是三大區塊 一個是電池 一個就是機身 一個就是電力系統 三大區塊裡面 金屬機殼全部是他全包的 包括你也知道 還有一樣東西 現在蘋果都熱賣 大家都知道熱賣 真的熱賣了 金屬機殼也是他的 就是洪准的 所以洪准價位合理嗎 你自己好好想想看 所以這地方注意 如果這邊有三萬張 這張股票不可小事 我跟你講 真的不可小事 但我不是鼓勵大家 因為投資本很奇怪 現在跟你講 他跌一兩天就怕死 他就談到什麼 他就賺不到大錢 你不知道他長什麼嘛 所以跌你就怕嘛 所以說很麻煩的地方 我就高興他比美琪還好嘛 那一直美琪要大漲的時候 我高興你不要再買130塊 買這檔他60塊都沒有來 你注意看一下 我講幾天 雖然今天也沒什麼大漲 但是說實在相對 人人買這檔股票 人人賺錢 就這樣子 未來這檔股票到底什麼時候 我會如何操作 我現在也不想告訴你 因為我現在還持有忠 那當然就這樣跟大家報告 希望大家能買一些好的股票 好的股票你才可以好賺錢啊 如果你每個股票買一些 阿里不得來 等到何年何月何日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有個動作很重要 就是每天 你當然我除了好股會跟你報告以外 我們等一下 9月28我等下11點 本來原來就有個直播節目 也會跟大家報一報一些未來方向 所以 當然很多股票都會跟大家報告 所以今天當然因為時間的關係 也沒辦法跟大家詳細的講一些 目前有一些有機會的股票在哪裡 這邊有機會的股票 因為很多投資朋友 常常在問我說 老師你當初為什麼看錯這檔股票 所以我不覺得我看錯他 我是很開心他大漲到900多塊 因為真的台積電 就告訴你台積電一定會大漲 哎唷 怕死人又回來了 你怎麼寒慢 有沒有最常人 那個第四季買什麼 就買台積電就好了 我第一次跟你講台積電就是600塊附近 賺個100塊也好 真的啊 不過台積電真正的對大受賄的 細緻製裁兩家公 一檔就是艾普 真的 快800多塊也不錯啊 如果你這個地方持有的 100萬也42% 8月18號就好了 這個節目在什麼地方跟你介紹 這檔股票我在投資不恩基的時候 講得很明白 上個月 所以網路的朋友說實在力量也很大 我們講的股票他認不認同 你電視台的股票不認同 人家網路的人都很厲害 所以投資朋友當然我們也不是說 在笑大家也告訴大家 鼓勵大家多利用網路 結個好緣 所以你可以好好加入我們這個陣容 好不好 因為有很多的資料 不是單單這30分鐘 可以跟大家解決掉的 但是的確這個地方 很多股票 都不用再賣 但有些股票的確也只是短線上一個什麼 一個反彈波就像這個3481的群創 面板股特別注意 他也是鴻海集團裡面的一員 集團股裡面第四季 鴻海集團的股票特別要留意 所以除了鴻准以外 今天節目給你介紹的就是什麼 就是鴻海集團的股票 還有包括一檔群創 為什麼外資法人近期一直在買 不是業績衰退啊 面板要跌價嗎 跌什麼跌 上半年就已經賺3塊多了 你到底知不知道 就算怎麼跌價 我請問你電動車要不要用嗎 所以他供需還是一樣非常 達到平衡以外 還是很缺貨的啊 所以不要聽這些好不好 明天特別 今天早上特別留意 這邊只跟大家 那如果你要賺大錢 希望跟上我們講 好好的管理你的資金 歡迎你 第四季賺很大 非賺不可 要非賺不可的方案 好好保握我們這個188方案 也祝大家操作的水里面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